这样一把使徒啊 拥兵牛仔鸡球手和律师 鸡球手牛仔打使徒一般 一般 就是使徒是有那个反制手段的 他不是说就面对这两个人只能两手一摊 哎你们打得好我就没办法的那种 上来抓一个牛仔 牛仔小皮便没勾到 那第一刀有了 这边甚至想打一刀以后再晕 没人成功 把猫沉没掉很细节 整个开局其实偏向于使徒的宝瓶真身 因为你说这牛仔想要溜起来呢 第一刀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刀 这里第二刀 哎呦我天 这第二刀更舒服啊 打得好漂亮 鸡球手已经准备 蓝琴都给到鸡球手 啪叉 偷袭可以 抽刀没中 好的 nice 这波鸡球手打得很舒服 这波偷袭使徒是没有想到的 因为当时脸上是一个佣兵嘛 他以为这边的耳鸣是佣兵 牛仔这边交出飞轮 来镜头给上 逼出这边的 闪现逼不出来 闪现逼不出来 这个位置接手打不了球了 那只能看起爆发了 接手 一球没中 一球没中 七爆发 再补 人放下 那追你一刀 追一刀蓄力刀 来一撕 可以 呃差不多了 我觉得技术够了吧 不能还要打吧 再打你可就没了啊 再打反手一只猫 你这可能就没了 打得有点过了 那我牛仔不要了嘛 直接挂机球手就好了呀 对吧 你牛仔交自己嘛 那佣兵过来救人 这一波呢 其实机球手出去补状态 然后修机子 让佣兵来救拨人 然后佣兵救完人以后的那波博命期间 机球手满状态再过来打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 因为这一轮你 你再打 使徒就起杀心 我就一定抓你 把你抬了以后换一个 你牛仔也不可能说有人过来摸怎么的 对不对 你外面机子不修了吗 可是这波打的稍微有点多了 感觉 打一刀 猫回来 定住 这边机球手过半 再追一刀 可惜是个椅子刀 佣兵这边还被卡住了 再追一刀 牛仔过去捞人 反正也没博命 牛仔这边的话 小小皮鞭 好像没勾到 机球手 定住 一刀 哎呦我的老天爷 这一轮 就属于是一个什么呢 一勾没勾到 属于是一个循环圈 就当机球手那一波 被击倒之后 其实求生者就已经没法打了 然后使徒呢 就开始无限的滚雪球 就因为那个起点 也没什么办法吧 就想打嘛 那确实可以打 只是打的风险高 然后收益呢 其实没有那么高 因为使徒 我刚给大家讲了 使徒打机球手和牛仔 他都是有反制手段的 我猫一顶过来以后 对不对 你看看 能怎么地 在这些老使徒面前 操作 有的时候 大多数情况下 使徒对你起了杀心 他操作不失误的情况下 一切那都是徒劳 好 那我们这场就看到这边 因为后续的话 也没有特别多的翻盘点了 那么这场就结束了